未能有效防止登革二疫情擴大 10月30日起1.3天 领口地区进行全面清扫及消毒的工作 有个领导带领着社区民众 共同努力清理居家以及周遭的环境 并且遵循着寻导清刷四个步骤 其能达到登革热的防疫工作 领死脚 近来新北市与桃源市地区 已经发生多起登革热病例 未能有效防止疫情扩大 新北市政府将于10月30日起 一连三天针对领口地区 进行全面清扫及消毒工作 为此公所特别邀请各里里长 社区发展协会 清洁队及卫生所等单位 召开房居会议 以利各项工作配合 为了强化领口防治登革热的效能 那我们新北市政府 已经规划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都要进行这个全领口区的一个 扩大清销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也为了配合这个 登革热防治的一个工作 我们特别也邀请了所有的里长 还有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各地的名利 社宅等等 我们一起希望在六日来做一个全领口的大清销 蓝品郡区长表示 请各里里长带领着社区民众 将里内及居家环境进行清扫整理 并配合卫生所进行宣导 呼吁民众共同努力清理环境 杜绝登革热肆虐 林口这个针对登革热的防治作为 希望大家来配合 那我们在即日起 一直到五六日 这一块我们都会积极来进行登革热的防治工作 还是请大家 还是请林口的居民 我们要落实寻道清刷的工作 蓝品郡区长提醒 住户要定期巡检居住环境 民众务必遵循寻寻道清刷四步骤 做好积水容器等资深原清除工作 希望达到登革热的防疫工作临死角 记者呼吁宣领口采访报道 九份是国际的知名国际景点 可以远望山海美景 天际线却充满凌乱的电线 新美市议员林一琦 为此在新北市议会中咨询提出 希望市府能够推动九份等 国际景点的电感地下化 并且在30日进行的会刊 希望改善游客造访九份的观光品质 这个是九份老街的部分 你看整个电线杆 电缆现在这边好 麻烦你下一张 下一张 这个地方也是左右很像乱七八糟的 市长 有没有很像蜘蛛网 这个每年都三千万的游客 观光客来朝顺打卡拍照 我们的电线杆永远是躲不掉的配角 不只影响到我们车辆通行 造成游客和行人的不便 也让我们新北市总是名列 国际观光客首选的美名 大打折扣 这是新北市议员林一齐六月 在议会总咨询时的画面 特别希望新北市府能多重视 东北角国际观光景点的市容美观 结合当初侯市长电感地下化的政见 趁着后疫情时代 希望改善九份天气线 电线凌乱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主要 针对我们林一齐议员 他在议会咨询有提到 那就是因为我们瑞平双共四个区 其实很多地方在发展观光 那很多的电感 那因为没有地下化 那电线凌乱 那造成市容上的一个有碍观瞻 那包括观光客的观感 也不是很好 那所以议员就希望说 先从我们九份这个观光地区 先来做起 那所以我们今天会同 我们市府经发局 那包括台电公司 包括公所 那包括我们九份的里长 那我们到现场 今天这条清边路 我们过来大概做一个会刊 今天新北市员林一齐服务处 会同台电经发局 公所里办公处 来到清边路线刊 针对先前提报过的 四支电感地下化 征询台电的意见 但因为路宽狭小 缺乏电箱置放空间 先针对电感现状问题 进行讨论 这道狭窄 地下化是有点困难 那个有木头的 很久了 我也不记得它多久了 请台电单位定期检查一下 谁的那一根 尽快换新的 目前清边路上 重文里几支电感 都有倾斜的状况 甚至有一支 是年代久远的木造电感 需要台电后续尽快处理 而目前天际线凌乱的情形 新北市原理一起服务处 也要求台电与金发局 回去评估 并携请公所通知 通讯业者改善 日后东北角其他地区 有电感地下化的必要 也希望新北市府 逐步协助推动 记者三号文 瑞芳采访报道 新北市山重区 长元街和龙滨路35巷 由于排水沟年久失修 不但排水不良 也因为沟渠的底部 出现了裂缝 造成民宅的地基掏空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接获陈晴办理会刊 除了要求重新 施作排水沟之外 也要求重新铺设 博游路 要还给民众 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打开水沟盖 里面一滴水都没有 整条水沟形同虚色 山重区长元街 两侧的排水沟 40年来从未更新 不但造成附近区域 排水不良 也因为沟渠底部 出现裂缝 造成民宅地基掏空 这样的情况迟迟未改善 让附近住户 及里长相当担忧 重新银那条水沟 已经重新银40年了 没有住 没有住 水沟 在里面 破坑 破坑造成 古年 长年街126号 地基掏空 另外 农兵路35项 也是水沟老旧不通 而且柏游路和水沟的高地落差大 常造成用路人跌倒受伤 新北市员李翁月儿接获陈勤 办理会堪 除了要求重新施作排水沟外 也要求重铺柏游路 你看看我们刚才楼上来 水沟水都不通 所以这个水沟要定做一组 最主要它管阶 比较差很多 所以我们养工厨 要切割下去整个 让它这样可以顺顺 再来你看看后面的水沟罐 这种水沟罐这样是不通的 这如果八十去担当 就申请国赔 所以这个母亲 如果我们市政府 跟幕后不知道有看 这一定要改善 得知养工厨目前经费不足 李翁月儿特别提拨 85万元的建议款 希望修缠工程 能在两个月内完成 还给民众安全舒适的 居住环境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 夕阳轨捷万圣节 因此许多的幼儿园 也应景规划了 一系列的游街行程 而在淡水一姓幼儿园 今天上午将校园内的空间 打造了一处伸展台 许多小朋友都穿上 充满创意的DIY主题服装 可以看到从老师到小朋友 搞怪变装 要用走秀的方式 表现出俏皮可爱的模样 让校园中多了 一分欢乐的气息 10月最后一天 是一年一度的 夕阳轨捷万圣节 因此许多幼儿园 为了应景 规划一系列的游街行程 而在淡水一姓幼儿园 今天上午将校园内的空间 打造成为一处伸展台 许多小朋友们都穿上 充满创意的DIY主题服装 可以看到从老师到小朋友们 搞怪变装 要用走秀的方式表现出俏皮可爱的模样 让校园当中多了一份欢乐气息 今年的万圣节 我们除了跟师生同乐之外 同时爸爸妈妈也用心 帮小朋友做装扮 今年特别是很多孩子都加入创作的部分 然后我们今天利用早上时间 让小朋友分组 分成三组来进行师生走秀活动 让孩子度过一个非常难忘 而且很有意义的万圣节 幼儿园表示 为了给小朋友们特别的体验 让小朋友们体验当模特儿的新鲜感 随着节庆歌曲的响起 打扮成为各种造型的大小朋友们 走上伸展台 瞬间变身成为小小模特儿 将先前与爸爸妈妈一起精心去做的 搞怪服装展现出来 美国队长 为什么会装卖美国队长呢 因为他有队牌 人家要打他 他可以打住抓人家坏了 喜不喜欢这样装卖 喜欢 老瓜 为什么会喜欢这样装卖的老瓜 因为老瓜很好吃 还有吗 今天好不好玩 好玩 什么节日你知道吗 万圣节 许多家长都精心为小朋友们打扮搞怪造型 用回收物改造成为鬼怪外型相当特别 另外还有各式公主 英雄迪士尼卡通等等 就连老师也变装成为南瓜造型 小朋友们身上每一个装扮都是家长的精心巧思 而这样子的活动更是让小朋友 用另类的方式 感受度过充满浓浓的万圣节气氛 记者所以带回下方报道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失能不是老人的专利 这些长照2.0几乎都考虑到啰 除了失能身心障碍者 还有像未满65岁 但是已经满55岁的年住民朋友 以及50岁以上的失识症患者 都是我们长照2.0的服务对象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做会爱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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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会爱台湾啦 做会爱台湾 做会爱台湾哦 做会爱台湾哦 全台湾好吃好玩的 好处理的地方都在这里 咱做会来爱台湾 万圣节就要到了 在新北市淡水区市议员 郑宇恩团队发想 用创意来颠覆过去万圣节的印象 在议员服务处的门口 用环保概念举办一场不减速就导弹的万圣节派对活动 希望能够透过万圣节的活动寓教娱乐 让更多的大小朋友从中学习环保知识 共同守护珍贵的自然环境 万圣节就要到了 许多学校与幼儿园都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充满开心的节日 都会举办万圣节不给糖就导弹的活动 不过在新北市淡水区市议员政员团队发想 用创意颠覆过去万圣节的印象 在议员服务处门口用环保概念 举办一场不减速就导弹的万圣节派对活动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寓教于乐 所以我们有一个不减速就导弹的一个主题 那其实希望小朋友能够在家里DIY 利用一些不要的这些物品 可以回收然后做成自己有创意的一个造型 所以如果有这个做这样子的造型呢 其实我们也会准备特别的礼物 除了糖果然后还有一些回收的一些教育 那主要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恐怖的一个小隧道 那隧道里面也都是用回收的物品做成的一些装饰 那希望说就是让小朋友有一个很好的回忆 这一场活动结合了环保概念像是闯关游戏 各类的一次性塑胶制品悬挂而成的万圣节海洋隧道 让孩子穿越隧道体会海洋生物在垃圾当中的生活感受 而另外一站则是要让孩子分辨手上的回收物 和一般垃圾的分类方式 议员表示万圣节是夕阳鬼节 台湾的小朋友可能比较难体会节庆的由来 若是可以赋予万圣节更多的教育意义 例如这一次活动带入更多的环境保护观念 让小朋友可以在万圣节的闯关活动当中 学习环保资源回收的积蓄之外 更可以认识到保护海洋 保护大自然的重要性 我们还有一些闯关的游戏 那包括教小朋友认识垃圾分类 那其实就看到有香蕉皮 那香蕉皮呢我们就会请小朋友丢到 是属于厨余类还是资源回收还是一般垃圾 所以呢我们就会给他丢到香蕉皮 就是丢到厨余类里面 所以呢如果小朋友都答对的话呢 我们也会送给他糖果 然后还有一份很特别的礼物是万圣节的口罩 议员表示这一次办公室团队相当用心 用回收的素材加上原本既有的道具 布置成为活动场地将花费降到最低 只有给小朋友们糖果 还有答题所赠送的万圣节造型口罩需要费用之外 其他都是靠大家的DIY 希望能够透过万圣节活动寓教娱乐 让更多的大小朋友们从中学习环保知识 共同守护珍贵的自然环境 记者许多万一 待学采访不到 万里幼儿园每年万圣节都会在带着学童装扮之余 带入一些不一样的教育理念 延续分享爱不导弹的理念 今年再度加入环保的意识 小朋友盛装用随手可得的素材来打扮 表演完不但不要糖果 还要发糖给辛苦坚守岗位的叔叔阿姨们 学到了施比寿更快乐 新北市立万里幼儿园每年万圣节 都会在带着学童装扮之余 带入一些不一样的教育理念 今年延续分享爱不导弹的理念 再加入环保观念 小朋友盛装用随手可以得到的素材打扮 走访各个机关 表演完之后不但不要糖果 还要发糖给辛苦坚守岗位的叔叔阿姨 你半野什么角色 他糖首杰克 那这些东西用什么做的呢 这个是厚纸板 这个也是厚纸板做的 那做了多久啊 昨天晚上才做好了 你半野什么角色 我半野蜘蛛 然后这个是用帽子做的 然后这个是用一个软软的袜子做的 然后这个小小兵是我们上次跳舞带回来做的 那今年呢也很感谢所有的小朋友 他都有遵守学校一个约定 就是说他们只拿着糖去分享他们的爱 也不捣蛋 那也不拿路边上的行人的糖果 叔叔阿姨或阿公阿嬷 那其实我们也很感谢阿公阿嬷 他们很热情要发糖果给他们 可是我们从小让孩子养成一个观念 就是他不去外面拿任何的糖果饼干 那我们学校呢 也会帮他们准备糖果饼干 第一站就来到区公所 在公所唱唱跳跳带给各科室的叔叔阿姨们 还有区长一大早的满满活力 结束了超盟又带点鬼灵精怪的舞蹈之后 孩子们分组争相的把手上的糖果 分送给区长以及公所的叔叔阿姨们 为此区长则是说 孩子透过万圣节学习到施比寿更快乐 那我们小朋友很难能可贵 那个以前就是说不给糖就要捣蛋对不对 可是我们原厂来了以后 他是来花糖花爱心 那我就觉得这种是一种很好的交易 就跟那种私以舍你知道 其实我们私是很快乐 我们有能力去帮助人家是很快乐的事情 那因为是现在充斥了很多的 怕孩子分不清楚什么糖果是可以拿 什么糖果是不可以拿的 所以我们今年是完全是请他们不要去拿任何糖果 学校自己准备是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这次的活动 孩子的参与都非常的开心 除了分享爱不导弹之外 回到学校里孩子们开始了走秀的行程 自信的展现自我 活动的最后终于由园长来颁发给每一位小朋友挑选过的糖果 市立万里幼儿园也期待透过分享爱不导弹 不要糖的万圣节 让小朋友体会到分享的快乐 以及糖果该如何挑选守护自己的健康 记者奥平和万里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区永平里与更新医院合作 共同开办脑力活化班 结议事实特别将预防失智的观念化为行动 除了采接来宣导也呼吁民众重视失智症的问题 同时也为永平里内的六间失智友善商家来挂牌 整合社区资源 打造更完善的失智照护网 新店区永平里与更新医院合作 共同开办脑力活化班 经过两个月的课程进入尾声 选在永平修行广场举行几夜市 为了让这次的课程更加有意义 当天特别举办失智友善环境营造 即采接宣导活动 并且为里内六家失智友善商家挂牌 包括新店区副区长吴志忠 新北市议员刘哲张 新北市议员唐惠林福出斗道场支持 与社区居民一同关怀失智症问题 我们在地方礼也好 或是配合医院也好 如果能够大量的宣导 我想这个对失智症是有帮助 因为及早就医其实对患者来讲 也是好事对家里也是好 对社会也是好事 我们希望透过永平里跟更新医院的 这样的互动与商家来做结合 可以减少失智长者到商家的一些 不必要的纠纷以及误解 那也创造一个友善失智的一个环境 永平里导力活化班的学员 首举宣导标语 在永平街沿街宣导 希望民众可以用接纳的态度 关怀失智患者 另外也分别前往美联社等六间商家 向他们宣导失智友善口号 看问留波 同时为商家张贴失智友善商家标语与贴纸 希望他们如果说遇到社区里面 有失智的长辈的话 能够请这些长辈 在商店里面稍微做一下 那并且联系一些警政单位等等 那让这个社区对于失智的长辈 能够更安全 签电区永平里长林牧山表示 脑力活化班一共开办了八堂课程 教导里面民众从运动 饮食各方面预防失智 最后更进一步将预防观念化作行动 那我们今天是结业室 结业室让我们这些学员 能够认识我们的友善 失智有商店 能够大家在一起能够去帮忙这样子 随着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失智人口也逐年攀升 因此稳有透过社区资源的整合 建构失智友善环境 才能够让失智患者获得更妥善的照护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 双西区不燕亭是东北角制高点之一 每到11月盲花盛开期 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摄盲花 满山满谷的美照 而今年公所将不燕亭的地平来重铺 让轮椅竹婴儿车可以顺利上到凉亭来欣赏景色 同时也彩绘上东南西北的指标 还有双西区欢迎的意象 也呼吁民众要多多把握11月不燕亭的盛景 双西区与瑞芳区九份后山交界处 设有不燕亭坐拥两区至高的美景 晴朗时除了能看到瑞芳、双西市区、喉童、牡丹等聚落外 绵延笔直的公路也是一大特色 为了让这个景点更方便宜人 双西区公所今年赶在满花季前 利用市府接近100万的补助重新铺设地平 今年得到不燕亭的地平改善 也是感谢我们议员以及我们市政府的协助 那我们公所可以争取到这个改善的预算 然后把整个不燕亭的地平做一个幻染疫情的风貌 然后在这个地平上面呢 我们有做一些我们的文字的叙述 以及我们再加速一个北极星的标示 那民众来这边不只来可以欣赏现在的芒花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地平这边改善了这么的一个环境整洁 也可以让那些行动不变者 像推轮椅的人可以方便上来 因为现阶段的话已经进入我们芒花的初期 然后我们芒花的部分的话预计也是在大概11月中到11月下旬左右 欢迎民众也可以来我们不燕亭这边来欣赏 满山满谷的芒花的季节 相较阶梯 地平坡度缓和 对于身障人士与婴儿车更加方便安全 还为11月就已有不少游客趁着晴天来打卡 双西区公所也特地采会上欢迎字样 与东西南北地标 方便大家有空来无光骇的山上赏天文 我们骑脚踏车称它叫小五菱 我改善了不少啊 做了一个东西南北的标记 我是来这里空拍的 刚刚空拍好了 那个风景都很漂亮啊 每年都这个季节啊 但是目前还不是很茂盛 可能要再晚一点 目前不愿停空间可以使用空拍机 但请游客操控时要小心他人安全 新的地平也设立告示 禁止民众开车骑车进入 以免造成无障碍地平凹坑凸起 大家多一份功德心 才能让观光品质更加友善 记者夏浩文双西采访报导 小树活下去 你该不会是从2000年前的古代穿越而来的吧 每次穿越时空都把我搞得好惨啊 所以这一次 一定得选一个防身武器 我得选个狼牙棒 古代没有炸电集团吗 用LINE私下交易 先付款后出货 尤其在社交平台买东西 这就是假网胎真诈骗的特征 等你把银子给它 它根本就不会出现 也不会出货给你 只要提高警觉 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好咯 红灯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尖酸 大圣啊 千般不当落跑啊 违规决于蓝简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呢 下回可以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众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决减逃逸 重拔夹扣罩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前政署欢迎您 在社会角落 陪伴这些孩子的 只有害怕 请您握紧每双小手 给予爱和勇气 保护儿童需要您 及时伸出援手 请支持家福 用爱包围兽女儿 帮助他们成为 保护自己的小英雄 守护儿童立即行动 大家好 我是美美 这是我女儿花花 今天要分享我做的MV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不行 怎么了 你做的MV 使用到的音乐和贴图 都有得到授权吗 没有 那就不能播 除非取得授权后 才能和大家分享呢 抱歉 身为直播主 今后我做直播时 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 直播有授权 分享才安心 林口仁爱录的心灵福德公 加装了台湾大宽屏推出的 Home Security 透过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的监看 有人闯入 AI的影像告警系统 就会立即发出风鸣声 阻吓 萧小的行为 同时手机也会收到通知 而庙方人员就可以 无后顾之忧地处理其他事物 位在林口仁爱录的心灵福德公 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每天都有不少乡客 前来祈求土地公庇佑 香火相当旺盛 由于公庙是开放空间 夜间又无人看管 一旁还有连移市及办公室 为避免受到不肖人事闯入破坏 日前庙方特别加装了台湾大宽屏推出的Home Security 林口心灵福德公 我们从101年建庙到现在 109年 是由我们的老主委蔡隆俊先生 然后召集各委员各地方人事 共同来建立这个林口心灵福德公 蔡秀珍总干事表示 自己平常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无法实时守在庙内 装设Home Security 让她感到相当安心 只要透过手机就能24小时 随时观看庙内及办公室情形 自从装了AI电架房屋之后 我们很方便在手机 随时都可以监控到现场 然后如果有小小破坏的时候 手机也会发出警报 随时通知我们立即处理 蔡秀珍总干事指出 台湾大宽品独家推出的 Home Security拥有许多特色 只要有人闯入 AI影像告警系统 会立即发出风鸣声 嚇阻萧小行为 同时手机也会收到通知 让她可以无后顾之忧 安心且放心地处理其他事物 记者沪宣领口采访报道 为了促进后疫情时期的 就业没合缩短待业的周期 新北市劳工局第70场的 真才活动如期在 新庄体育馆来举行 旧服处表示 现场邀请了75家的厂商 总共释出了3000个以上的职缺 其中科技厂商职缺 待遇高达40K 希望能够吸引志同道合的 工作伙伴加入打拼的阵容 新北市劳工局下半年 接连办理真才活动 年底最大厂就业博览会 就在新庄体育馆登场 旧服处表示现场邀请了75家厂商 其中旅宿餐饮业因为景气回稳 正式参加厂商征才超过有27家左右 总共释出30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我们下半年度白厂征才的第70厂 那我们现场邀请了75家 75家的一个厂商 超过3000个职缺 那其实这一次我们也看到 其实下半年之后 相关的餐饮旅宿业 其实景气有一些回温 我们跟去年的同期比较 大概相关职缺是比去年多出了一成以上的职缺 主办单位这边在办这一场的一个煤盒会的时候 也不忘做好防疫的工作 现场有凉额温 要喷销等等 到场来的厂商 还有我们的这些 好相亲好朋友 也都非常的配合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 自己认为理想的一个工作 厂商也能够找到一个好人才 面对后疫情时代 救福处分秒逼争之外 更有厂商开出了职缺薪资 待遇高达40K 吸引市民朋友加入服务阵容 这一场的一个就业博览会 科技制造业释出的工程师的职缺 平均薪资大概有40K以上 针对救福处办理大型真彩活动 参加厂商给予好评之外 同时也提供小建议供求职责面试的参考 如果说有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 你要保持一个热忱的心 然后我们为大众来做服务 为促进后疫情时代的就业媒合 缩短代工周期 劳工局的真彩活动如期举行 并鼓励市民朋友 参加运用政府资源 帮助大家都能够找到 理想的工作机会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细致全人社区关怀协会 每个星期都会带着长辈动一动 而29号的上午就特别邀请了 共疗公共拖劳中心的长辈们来同乐 举办了荧光咖啡分享趴 由共疗八九十岁的阿嬷冲咖啡给大家喝 这也让细致的长辈直说超好喝的 度过悠闲的好时光 共疗公共拖劳中心 这一天是带着饮法咖啡冲泡手 来和细致的长辈们交流 除了针对拖劳中心做简单的介绍 带着咖啡及冲泡器具的老人家 接着开工要冲出好咖啡 和大家分享全能社区光华协会 这一天的课程很不一样 荧光咖啡分享趴 由长者为大家现场冲咖啡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 邀请共疗来的 这个荧光咖啡趴 那我觉得他们有的都已经八九十岁了 他们还能够完全唱都没错 泡咖啡 他们实在是有够赞的 而且还教我怎么泡咖啡 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怎么泡咖啡 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 荧光咖啡团队 今天来跟我们的长者 来分享这样一个泡咖啡的一个乐趣 跟一个经验 那今天现场我们有最高龄的 有一个九十岁的阿嬷 她真的很厉害 她泡咖啡的技术其实非常非常的专业 我们看不出来说 阿嬷那个其实 她已经高龄到九十岁了 最吸睛的就是这位九十岁的阿嬷 自己不喝 但是却喜欢冲咖啡跟大家分享 当天包括协会理事长 系纸区长都和阿嬷们一起冲咖啡 现场好温馨 她就能赢啊 有啊 她的怀疑就好了 都不一样 她打得臭臭臭臭 不像拍一张就跑啊 真的很不容易耶 很不简单耶 真的是也蛮羡慕她 也蛮真的很佩服她 好喝吗 好喝好喝 本来我一向怕咖啡苦 但是这喝起来真的蛮甘醇 喝着九十岁阿嬷的手冲咖啡 大家感到很惊讶也直说好喝 喝咖啡吃点心 系纸共聊的长辈们 以咖啡会友度过一个上午的悠闲好时光 这陈慧玲去拆访不了 为了鼓励银法朋友走出户外培养运动的习惯 为了鼓励银法朋友多多运动促进身心健康 板桥邮局与新北市社会局合作 在新天碧坛举办中华邮政乐灵运动 银法踏青乐悠游活动 一早参加的邮政受险保护民众精神饱满 并且在律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活力暖身操 板桥邮局局长杨素朱表示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让长辈有机会出外活动筋骨 并且培养运动习惯多动多健康 活得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板桥邮局今天在碧坛这个地方办理热灵运动 最主要是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会鼓励引发长辈 就是走出户外 然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 那有健康的话就有幸福 那其实把身体照顾好 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随后一行人包括了局长杨素朱 板桥邮政工会理事长杨清宝等人 也和长辈们一同出发见走 大家沿着新店西畔 一路往新店清晴河滨公园的目标走去 在水岸步道旁还能够一边欣赏碧潭的山水美景 参与活动的阴法长辈都觉得身心舒畅 板桥邮局表示 未来会持续秉持企业社会责任 推动优质的长青生活 让长者享有乐灵好生活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车怎么看啊 别人看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害 三 教会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震 四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化 已等就对啦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操载 电线不滚绑 圈子防法比照安全 擦头不潮湿 无损 不使用电气时 请拔掉擦头 电气周围 不放 可有难物 没有安全标章的电气 不满 不用 复义电气火灾的钱账 好闷喔 你不要把口罩随便乱掉 有什么关系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掉 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些人说的没错 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人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桶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喔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气泥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把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 随意与关心您 为了要减轻年轻人的购物负担 几年来台北市积极兴建社会住宅 也希望实践居住的正义 位于南港区市民大道七段与东新街交叉口 可以提供402家户居住的育成社会住宅正式开工 台北市长柯文哲亲自出席开工典礼 期盼在114年公宅完工之后 能让市府的东区门面计划更进一步的实现 台北市长柯文哲跟都发局副局长罗世玉 从武师口中拿出萝卜跟凤梨 祝福育成社会住宅开工顺利 紧接着柯市长率领市府一级主管跟地方士生 共同上乡驻岛 祈福工程如期如值平安完工 开祭平安 大吉大利 生技产业的重镇 因为这个地方有中央研究院 国家生技园区 还有一个目前正在兴建的 这个南港生技的大楼 然后我们卫福部在这里 食药署在这里 日后啦 这个公共空间建起的时候 台北市卫生局会搬过来 所以几乎整个台北市的生技 医疗有关的行政单位都在这个地方 规划在114年完工的育成社会住宅 重整周边古蹟 活化在地 将新建身心障碍 老人日照据点 以及公托 幼儿园跟金融科技 创新办公室等等 提供良好的活动 与交易空间 立建筑 智慧建筑 防震还有无障碍 盖好以后我想对这个台头看过去 很多旁边都是需要都庚的 那我们会到时候会比照广实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盖好以后 要都庚的可以优先来住 结合了我们的松山火车站 以后到南港火车站 这个这个廊道 以后就是变成我们想的第二个西门町 请文化局 产华局 从我们市民大道七段 一直到研究院路这边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文创的结合 基地将近八千五百九十平方公尺 造价二十二点五亿的育成社会住宅 将兴建地下三层 地上二十层 提供四百零二户居住 本市府希望让年轻人能够减少通勤时间 并提高住宅质感 实践居住正义 谢谢顾彩永台北采报报导 为了提高智慧新站牌的普及率 增进公车服务品质 台北市公运处宣布 部分的智慧型站牌 将与路灯的电感来共感 强调这项工法 可以减少道路路感的设置案件 也避免挖掘人行道以及道路 降低道路的冲击 目前已经有五十五处上线 预计年底前要完成九十处 为了提高智慧型站牌普及率 台北市公运处计划将部分公车站牌 与路灯共感 这项工法可以减少道路感件设置 也能避免挖掘人行道道路 降低道路冲击 增进行车安全 有些站位如果说 它的地下有管线障碍 或是人行道宽度不足的部分 我们为了保留五障碍通行空间 没办法设置智慧型站牌 因此我们邀请台北市的公登处 还有天天公司来协商 是不是可以将我们的智慧型站牌 附挂在既有的路灯感件上面 然后相关单位协调以后 他们认为这是可行的 智慧型站牌是民众最常使用的管道 每天使用人数约160万人次 但考量市区设置传统智慧型站牌时 经常遇到地下管路障碍 及人行道宽度不足等因素 而无法设置 因此公运处率全国之先 把智慧型站牌 附挂在路灯感件上 它的路灯感件 它的电力来源 它是高度是高于1.5公尺的话 是符合台电的规范 那这样的形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引用路灯的电力 然后设置我们传统的LED智慧型站牌 那如果它的高度是不足1.5公尺的话 那因为不符合台电的规范 所以我们会在路灯感件上面 设置太阳能板跟电子值的显示器 目前共感站牌共有55处 全都有设置电池作为备用电力 并可透过后端管理系统 远端监控电量 若有电力不足的情形 可随时因应处理 预计年底前完成90站建置 增进公车服务品质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有些人会把俗称消气的 一氧化二氮拿来助性 造成许多社会的事件 因此政府也修法要把消气 成为第一个被政府列管的化学物质 并提醒相关的人员 要秉持四药二禁止的原则 才能遏止不当的使用 环保署的稽查大队 前往工厂进行稽查 仔细询问厂方人员 最重要的就是检查钢瓶储存 是否合乎规定 因为里头装填的是 俗称消气的一氧化二氮 而这也成为第一个被政府列管的 关注化学物质 这次的申报或者是登录 也都会特别请 如果不管是制造数字或者使用业者 它同时具有 比如说有食品添加物的 或者是医疗用的消气 也都要同时登录上来 也就是说整个的量在部会里面 是做好一个控管 无论是大钢瓶小钢瓶 工业用或者是食品医疗用 从即日起都要纳入管制 并且秉持要核可 要标示 要逐日逐笔网路记录 要按月申报 以及禁止网路交易 进无照运作的四要二禁止原则 因为就是要取得核可之后 才能够制造 所以将来在 如果查气道有这种 无照来制造的话 都会用这个 渡官法这边来做处罚 环保署祭除重罚 未来查获民众未依照规定持有效器 依法处以新台币三万到三十万的罚还 若致死或危害人体 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并可罚近一千万元 提醒民众切勿以身释法 介绍杨栋华 采访报道 台湾由于人口老化 加上饮食西化罹患糖尿病的人口节节高升 而且年龄层是逐年的轻化 而近期国内也首度针对糖尿病有进行筛检的普查 发现半数的糖尿血糖控制达标 但是却有六成合并有高血压 近四成有尿蛋白 统计超过96% 有至少一个以上的新肾病变风险因子 也提醒糖尿们要留意 医护人员首举标语 为糖尿病有打气 并同时宣传预防新肾病变的重要 因为根据超过万名的糖尿调查结果发现 5%有视网膜病变 17.6%有心脏疾病 56%合并有高血压 37.6%出现了蛋白尿 但却有四成没有定期验尿 过半数没有检查眼底 让医师相当担心 我们很多病人是40岁以内就得病 有些是40到65得病 这是一个慢病 慢病不可能每天都遵守规矩 把他的三高做好很好的管理 总有松懈的时候 一松懈 他的并发症就会出来 一般最常见就是肾病变 护理师再三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关心 包括血糖监测 用药等等自我照护技巧 让糖尤血糖维持恒定 根据国外研究推估 糖尤平均10年发生肾脏病的风险几率 大约35% 需要定期检测新肾病变风险因此积极治疗 WatchDM的风险引擎 一个是Premium HAN的CKD引擎 去算出5年心衰的风险 在这14000多人里面是6.9% 而他们的肾病变10年的风险 是30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控糖达标 他们的新肾风险还是值得被关切 降低糖尿病病发症 专家提醒除了要配合医嘱 病友们更需要定期检验三高 尿液跟眼底 及早发现才能够及早治疗 维护生活品质 冬天到了如果能来上一碗热乎乎的周瓶 不知暖了胃也能温暖外出人的心 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的巷子内 一家低调却又充满文青气息 并且主打荤素共食的小餐厅 开木材短短两个月就成为附近上班族和住户的必吃餐厅之一 即便过了中午用餐时间 只有五张桌子的小店 客人却还是陆陆续续的上门 翻开菜单品香单纯 只有如常瘦肉粥 五肉蔬食粥 以及干拌面供消费者选择 而这也跟文青风格的外观和装潢一样 全都是以最樸实的原型食材 带出食物最真实的味道 除了受客人喜爱的养生炸催瘦肉粥之外 因为老板圈圈如素 特别研发出无肉的蔬食粥 特殊调味过的麻油 加上杏鲍菇 香菇 玉米 毛豆 姜片 青菜和海带丝 就成为一道独特的麻油百菇蔬食粥 还有用红梨麦刀削面加上各式的调味料 制作而成的干拌面 内容丰富 口感独特 让人欲罢不能一口接着一口 蔬菜还有它调味的部分 我觉得还蛮均衡的 它们的梨面很特殊 因为一般的面只有 面条就一般的面条 但它们的手工面日晒面 吃得出它们的日晒面里面 还有加了一个健康元素很多 因为现在吃 就是动物权力吃蔬食的人很多 他们发现就是我们 这边有在做这一块的时候 他们也会去帮我们做宣传 就反而就是有多了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客群这样 问圈圈为什么会将店名取名为如常 她不假思索地笑着说 粥品跟面几乎都是人们 每天会吃的东西 一如平常的生活 因此就取了最单纯的如常 年仅23岁的面店老板娘 用看似频繁却又充满哲理的生活态度 为每位上门的顾客 端出一碗又一碗真心的料理 新闻的最后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